好啦本期视频呢我们呢会讲到Shopee的越南站 近30天的热搜关键词排行榜top前十分别是哪些 很不好意思因为之前的话呢几期的视频都基本上没有出过越南站的 因为虽然说越南是跟我们就是相邻的国家 但是越南语这个不是我学语言的一个知系 而且越南是属于一个新兴的一个黑马市场 那我也相信我们肯定就是关注我们的朋友们 肯定会有做越南站的也有做越南的朋友 那非常的对不起 今天到这一期呢才专门做了一场越南的这个搜索词的排行榜 是专为越南站做的 所以呢越南的小伙伴你们要多多加油 在下面多多努力 我们后面会多出一点越南站点的一些 无论是关键词啊热搜啊南海行业 也会做一些越南的站的一些我们会专门做话题好吧 嗯好了那我们呢刚开始呢在我们的这个数据表盘上啊 我们是用的电霸Shopee的这款软件来抓取和分析我们呃这个站点的 就是站点的这个不同站点的这个销售数据啊 这个是及时更新的数据了 好我们点一下越南站 好吗看一下更新的这个销售数据如何 啊OK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 Lisa已经点击了就是帮切换到了越南站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销售呃标签词的top前十啊 这个后面的话这个表盘我们再呃它跳出来以后我们再看就好了啊 啊OK那这个销售呢我们是按照30天的销售量正向排序给大家排一下啊 看看就是在越南站的Shopee站上30天就是连着用户的一个搜索量都是搜的什么词比较多啊 呃排行第一的呢是搜这个对那我们要点击进去看一下这个对到底是呃指的什么词 呃指的什么词不一定是翻译对的啊 就是越南站呢它也是一个讲越南语的越南是讲越南语的啊 我跟英语完全关系不大啊呃也没有中文的 所以说就是呃如果你是做越南站的话呢 那你要找好越南呃的关键词哈越南语的关键词 然后去呃让更多的用户去搜到你的产品 这个才是重点啊 然后才有机会曝光曝光了以后才有机会做销售 就包括一些销售是你的评论啊如何还有listing的优化怎么样啊 还有一个销量啊几个维度的数据来支撑的 好这个是越南站的跳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最后的时候再来播报这个好了 这个是一个月30天的交易额的分布啊 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会给你播报前五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子的是什么东西哈 呃我们来看一下30天的这个销量排行 啊什么都有呢 不过基本上是这个耳机还有就是这个数据呃3C数码 比较多哈有没有发现搜索热词在越南的话就有跳出3C 但是我们前面在做前几期包括泰国啊马来西亚 3C基本上不会进到搜索词的热榜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深圳然后又是操作3C类数码产品的话 你就进越南站来试一下好不好 因为越南对于这块的需求真的很旺盛啊 如果你是3C的你你这你六月份才布局进泰国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太晚了真的呃你现在才进泰国站的话太晚了 但是你进越南站真的是个好时机 因为越南的消费者会在这一块上面的搜索和花钱的这个量级啊会非常的大好 所以看你做什么品类的OK排行第一的是耳机啊 这个跳出来是耳机排行第二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越南词我们有没有观众就是朋友 知道怎么读的我是不知道怎么读的他他他应该还有声调啊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们呃之前接的是商家的直播业务啊 我做的是泰国站和马来西亚站讲英语和泰语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呢 他是专门做越南语的直播的那他就会能看的明白是什么东西啊 他还有个声调在上面那我是真的看不太懂等这个数据跳出来就可以呃知道是什么了 基本上越南站舞Lisa我真的非常的深疏啊 因为我看不懂越南语虽然说呃旅游也是有去过越南的首都河内啊 有去过首都河内但是嗯对于这个越南语还是完全看不懂 他跟英语甚至一点挂钩都没有 所以你说我也不可能重新为了去学越南语对不对 所以就是语言还是一个很大的隔阂但是如果我们有朋友是呃天生比较有优势的 你会看越南语然后又会说又会知道越南市场需求什么的话你就去做他好不好 嗯非常推荐这个排行的排行榜啊 F12i12是iPhone12吗 他没有跳出来之前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念啊 来这个数据表盘上给大家看看到了 排行第四的是F9F9是什么东西啊 呃等他点进去看排行第五的是DEO 排行第六的是这个真的都是越南语越南词啦 第七的是这个哈 OPiPhone这个应该是周边的配件的意思吧 第八的是Ban第九的是Pool 第十的是Hanko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没关系我们都已经打开了这个页面的他跳出来 我们就知道说是什么类型的 这真的碰巧这两天网速特别的慢啊 就朋友们请耐心的稍等一下下 Ong怎么也是耳机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看不太懂了 有点像是化妆品是不是美妆类的女女生用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词的 有很多东西在上面呢 KHOI这个是假发染发的意思吗 美容 然后下面又有这个吸尘器啊 搞得Lisa我也有点懵啊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排行第三有没有排行第二有没有人可以就是 可以帮解答一下 真的看不懂真的看不太懂 要要疯了 好的 这个分类可能越南站的这个分类还没有做得非常的细化啊 好我们来看排行第三的好了 排行第三的i12猜一下是不是iPhone12啊 耳机i12这个出来的是耳机比较多 周边配件iPhone12的周边配件 对了没有错了耳机啊 基本上是耳机这一类的 好排行第四的F9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F9 哎我的妈呀 这个网速又比较慢 跳出来又比较慢啊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好了 排行第五的啊 这个队我们可以关掉了 排行第一的排行第五的是DEO 翻译成什么东西 DEO好了 手机壳 好终于终于有了啊 这个是手机壳 你看这种款式都是中国我们的什么报复啊 发财啊这种在越南也卖得超好啊 手机壳 DEO怎么读嗯你看卖得好的都是上万三十天的总销量都是上万的啊 嗯然后是属于手机壳嗯就是周边的非常多 呃不同型号的基本上还是好像iPhone的卖得特别好啊 还是iPhone的手机壳可卖得好那这些我估计是核内和那个 牙庄呃然后那个胡志明那边消费得起啦你要是说越南整个国家的话嗯北部是比较穷的啊南部是比较富的啊因为越南的这个地图呃国家是一个长 狭长的啊从北到南的话你可能嗯有做车的话要做好多天啊就是一个非常狭长的这个地图的一个板块啊南部在越南来说是比较嗯比较有钱的 北部是比较穷的但是他的首都呢呃河内是在越南的北北方啊我们叫北越啊 OK手机壳排行第五排行第六的THOAI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I嗯我们往下看一下啊这个关了第五的关了这个呢是也是手机壳啊这个也是手机壳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能它是另一种搜的关键词啊所以排行第五和排行第六都是手机壳基本上很相近哈 那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呢会有这个电爸的shopee软件啊你们可以点击去试用一下搜一搜你们自己想要知道的这个关键词的类目啊 都是可以像lisa这样可以点进去看的啊然后研究每一个市场的数据 当然我们在这里就是也会跟不同的做不同市场的朋友们一起去探讨哈 因为不同市场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消费习惯 我们要就是经常跟着这个呃数据盘的这个数据去去看哈 真正做运营的我们就是做跨境电商运营的要知道呃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能不能卖出去店铺能不能做好的命门了 你都不知道市场的需求你不能瞎卖对不对 ok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关键词啊呃 op iphone op iphone我猜应该是手机了啊 让他正向排序一下啊也是手机壳 iphone的手机壳这个就是比较呃 嗯指定了品牌的啊iphone的手机壳这几个都是手机壳的意思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嗯 他才有写品牌的或者是有有型号的但是整体来说排行一二一二三四五排行五六七的全都是手机壳啊排行第五排行第六排行第七的都是手机壳只是说 不同呃不同品牌的手机的手机壳啊在越南站点的三十天搜索关键热词来排行第八的 排行第八的中文翻译叫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怎么也是手机壳啊看不懂越南语啊就好多它是属于小工具类目的啊小工具类目的啊 排行第九的是这个是什么 关键词也在里面吗呃不太确定我还是去搜一下单独的关键词怎么连着几个都是指 都是指手机壳呢哎呀这个还复制的比较难啊我们拿这个来看一下 呃产品搜索去越南站搜索一下产品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络不好所以搜出来的东西就是可能 不确定啊我们再再看一下哦这个是手机膜的意思 p h u 这个是手机膜啊手机膜也是3c周边的 然后他有配这个第一步第二步自己贴手机膜这个啊那这个ban是什么我们来搜一下啊刚刚这个 一旦有发现数据不太对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比较看的比较多的运营的话我们就会用这个词去搜哈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你没有办法马上学会马上功课的东西这个大家你们都知道啊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新的语言你让Lisa我读我也读不出来但是我们会通过这个系统的软件的分析去呃确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真的要做越南站的话我会把他研究的非常的透啊然后我才会进到这个站点去做这样子才能保证你能挣得到钱哈这个f9出来的应该也是这种配件啊 好第十名 看看是什么真的最近网络比较慢所以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就不对啊这个是鞋子吗拖鞋拖鞋还有衣服啊潮流的衣服吗就是比较时尚的是不是我看一下 嗯呃呃De scope mesmo 嗯T恤也有比较潮的这个词Hankle'的意思是比较潮的意思аются 啊潮男潮女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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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女生了这这些T恤啊前面手机壳肯定是不对的啊 这个关键词排行第十的关键词 这个Hanko的意思是潮流T恤 潮流T恤 好 好那以上呢就给大家播报了这个越南市场的这个 30天搜索关键词的排行 这期视频录的比较长 我们还有一个刚刚开头没有给大家播报的 就是30天的产品交易分布啊 在前五是什么类目 第一名的是手机和工具啊 就是刚刚搜的好几个关键词都是手机壳啊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网络的问题 如果你们就是也想确认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我们的电爸试用的这个软件啊 自己去搜一下 排行第二的是美容啊 排行第三的是家电大小家电 排行第四的是家居生活 home and living 排行第五的是woman clothes 呃女装 好 这个就是越南站的shopee的数据分布了 好 今天呢给大家播报的这个越南站 因为之前没有单独讲过越南的 所以就是啊 播报的时间比较长啊 那希望就是做越南的呃商家朋友们 你们可以多多的参与讨论互动 还有留言 这样子Lisa才会有动力多出几期越南给你们看 对不对啊 好啦 那本期视频呢 是由优派出海给大家准备的 shopee电霸越南站的这个数据分析 30天的热搜排行词 top前十分别有哪些啊 在我们的数据表盘上面 已经呃给大家就列出来了这些 但是呢 如果大家看不懂越南语的话呢 还是要去呃多多的翻译去翻译正确它 好不好 然后再放到你们的热销呃 这个标题里面去 然后让更多的用户有机会搜索到你们的这个产品 然后去做一个销售啊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